记者廖雪如新竹报导,新竹县政府办理新竹市土地都市更新,又一案完成招商。 县府财政处表示,为在竹市核心锦铃沪城和清水公园的青人断基地经评选确定实施的事业机构,概估更新后全职,渴望为县库义住约4.47亿元预定月底签约。 财政处长黄国锋表示,为改善居住环境品质,提升现有财产价值,县府依据促餐法,陆续针对未在竹市的现有的办理都市更新, 继青人断二脚断,副中断,东光断等之后,青人断一脚断三的号等22笔土地是第四案,元月5日到2月13日第一次公告招商,近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一家申请人投标。 经资格审查及综合评选会议总结,近美企业为最优申请人,评选结果已经现场核定,预定4月底签约后,向中央申请促申奖列金。 黄国锋说,该基地位在文化街以东,仁爱街以西,中央路以南,仁爱街11项以北之间部分街阔,招商范围包含建有地,国有的,苗栗农田水栗汇土地,总面积约1878,35平方公尺,约568平,其中建有的占98。 76%土地使用分区为第二种住宅区及部分道路用地。 他表示,目前基地上的建物都属私有,大部分为迪矮建物。 黄国锋说,近美企业提送的建议书评估总投资金额约6,85亿元。 近美承评共同负担60,并缴付1000万开发权利金。 建府将以部分现有的折价抵付共同负担费用,以该地市价每平约55万元计算。 建府更新前权值约2,47亿元。 更新后每平约80万元,权值上看4,47亿元。 才分配100%更新权利金方式建府参与都市更新报酬率约为80,97%。 黄国锋说,该基地拟新建15层大楼未来朝医疗长照的方向使用。 。 2. 3. 5. 6. 6.